你好 欢迎收看12月9号的关键下新闻 我是玉威 东北角海域养殖的九孔跟鲍鱼以天然的海草为食 出产的供疗豹肉质紧实 鲜甜味美 每年接近春节的时候正是供疗豹最肥美的时候 在今天农业局在记者会上特别以产选合作的方式 结合消费者喜爱的中西式口味 研发出供疗豹食道创意料理食谱 让民众在家也能亲手做出精致美味的供疗豹佳肴 新北市政府在今天举办供疗豹创意料理首发会 强调供疗豹鱼有农鱼产品安心标章的食品安全认证机制 打造在地优质安全的供疗豹品牌 此时供疗豹肉质饱满正是最好吃的时候 师傅特别将今天展示的这20道料理 欢迎民众购买贴有安心标章认证的供疗豹鱼 是经过我们新北市农业产品安心标章的认证 所以吃的是又安全又健康 所以我们也跟供疗区仪会 共同要来打造我们供疗豹的品牌 所以我们仪会它就特别严选 经过我们安心标章认证的供疗豹 然后把它低温然后宅配到你家里直接去 所以你只要打一通电话 你就可以吃到那个产地直接送到你家最新鲜的鲍鱼 可以再进一步扩大来采购 我想透过渔惠供疗包 直接生鲜的供疗包 直接产地配送 我想在餐厅我们市民朋友全国同胞 就可以享受到我们供疗包 又好吃又健康的好的产品 官僚区渔会特别到厂 对市府这几年的用心辅导表达感谢 同时也强调一般市面上贩卖的鲍鱼 都属于大陆地区的进口货 虽然价格较低 但是却没有经过药检等的把关 呼吁消费者一定要认明购买台湾供疗豹材 是美味又安全的保障 市面上买的都是中国大陆进口的 没有经过药检 真的为什么他们可以那么便宜地 请销到我们台湾来 真的我们很无奈 但是我要跟各位报告 希望各位媒体赶快给我们发扬出去 我们这个有安心 在地很安心的安心标章 养出的九孔鲍鱼 绝对是最好的 另外渔会不只贩卖通过 安心标章认证的生鲜供疗鲍鱼 也积极开发各式各样的加工产品 像供疗报的精致罐头礼盒 就获选了农委会 今年度的十大创新产品 以及入围了2016台湾农鱼会百大精品的品质备受肯定 渔民用心经营传统官僚抱养职产业 请大家多采买自然健康的海威 建峰奖市场报道